海豚教育室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节目开始之前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海豚的YT订阅 突破2万了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这次的优惠活动也已经开始了 欢迎大家上QR Code来抢这个优惠 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成为海豚的学院啦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今天的指数呢 收破强势关键点 是不是说这边又要转弱了呢 说是又要逃命了呢 待会看一下海豚怎么分享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今天的强烂族群有散热即可低轨道卫星 那这三个族群都是海豚在关注的 在focus的一个族群 那他们到底在长什么 那海豚的持股又怎么样 那大家待会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指数表现啦 今天指数虽然仅仅下跌34.88点 但是呢 还是收破了其实上礼拜四的低点 21249 今天收21236嘛 那海豚在索马营里面其实常讲的句话 就是破了就是破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可是海豚界上也有跟大家提过 这个强势关键点跌破 界上代表是指数怎样 结束强势格局 那结束强势格局是转空吗 并不是 那海豚前几天也有提到 就是这个5月13号的低点 20816有跌破的话呢 才有短线转空的风险 那为什么 因为跌破这里一方面是连续这边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相对来说都比较有量 都比较有量 所以等于说这边的20816跌破的话 就等于说上面这些 这些进来抢签的人都套牢了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停损的一些问题出现 先不说多杀多了 但至少就是上面的卖压就比较重 但也可能国际间有发生一些状况 才会去破线嘛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这边是突破前高 20883的一个点位 所以这里跌破的话 等于说这个也会有个假突破的风险 所以我的看法就没什么改变 这个等于是一个 这边跌破的话 才有比较大的风险需要注意 那转线虽然转为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只要指数震荡整理 中小才有机会 中小才有机会 这点大家要记得 就是看指数一直涨 其实并没有比较high 就是之前几天金融一直涨 大家也没有什么感觉嘛 对不对 就比较懂一枚感觉啦 那今天金融跌下来 飞金链跌下来 电子也小涨而已 因为主要全职股都在震荡嘛 所以相信大家今天应该 或多或少 尺骨都有感觉吧 那海豚是很有感觉啦 如果你还是没有感觉的话 那欢迎就要趁这个 趁这个 趁这个优惠 来参加海豚了 看是你要周报 海豚一个礼拜分享一次 还是要索码 海豚每天跟你分享 对一些标的的看法 还是就是直接加入简讯 海豚就直接带着操作 就欢迎大家来加入啦 好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他指数的话 看贵买 那贵买其实今天表现不算差 那个量能酸也缩了下来 但是今天维持在全新线上面震荡 就 持续啦 就算是 维持海豚之前看法 就带量站回季线之后呢 就维持一个偏多震荡 就近代下一次补量的一个方向 那什么时候会有方向 这个 挥达 礼拜三 美股盘 就是礼拜四的台湾早上 会公布财报 所以礼拜四可能就会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这时候我们再来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市场怎么去反映这个东西 这个市场怎么去反映这个东西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多工头加速变化 那多工头加速变化呢 基本上短线还是维持扩张 虽然说扩张幅度没有到非常的大 就是斜率没有到非常的大 但至少再扩张 就是对中小型转强有利 只是长线还是处在一个多方收敛 所以等于说 这个盘有点矛盾 就是短线在转强 但是长线在转弱 不过目前至少都还是多头加速大于空头加速 所以还是处在一个偏多的状态 现在短线我看法都一样 短线的转强都会带动长线也跟着转强 这会是接下来观察重点 才有机会出现百花齐放 才有出现百花齐放的机会 好 那第一阶段的分享大家就到这边 那接着礼拜呢 礼拜四凌晨要公布会大财报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雇111 尽管投雇新字第015号